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在周三的旁晚,亚洲冠军联赛半准决赛次回合友好戏上演 樊斌水手怡斯主场在战山东泰山 樊斌水手首回合下场2比1击败山东泰山战得晋级的先机 今次回斯主场,后者大比分落后势必全力进攻 这样防守空荡就会变大,相信樊斌水手能够触自机会再次击败对手 另外,M直播到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樊斌水手今届亚洲冠军联赛和山东泰山一起被分在G组 两对攜手晋级,但早内两场对决 前者都是最终获胜的一方,而且坤凌峰对手,优势相当明显 道走半准决赛再次面对山东泰山,樊斌水手依然未有脚远 首回合远征山东,上半场开场不久就由安达神诺佩斯破门得分取得梦幻的开局 而且在下半场由羊山道士再下一城,樊斌水手两球领先 要不是最后一刻防线走神,被对手返回一球 樊斌水手次回合回到主场的优势质会更大 对樊斌水手有利的是山东泰山近期防守不稳 近五场有多达四场失去了两球 上方近三次交手,前者坤墙入两球,由此可见 樊斌水手金铺主场有力击穿山东泰山的防守 阵容方面,后卫,田中甸智库和中场井上建泰等人因相倦琴 近年中超的恶性发展,大家有目共睹 山东泰山算得上是谨静不多的,己知有实力的球队 他们算得上撑住了中国足球在亚洲的颜面 今届亚洲冠军联赛小组赛以第二晋级 十六强和日积球队川崎前锋交手,被对手赛前蒙事 首回合都输球,不过在次回合保时阶段上演独秒绝杀 最终两回合总比分6比5晋级 半准决赛形内另一支日积竞旅樊斌水手 散动泰山实在难有继续过关的实力了 首回合主营对手,中超豪门空有控球率 卡萨舒韦尼和费兰颠奴等主将被锁死 要不是最后时刻后被上场的陈宝攻入一球 散动泰山次回合下场作战压力会更大 不过就算如此,散动泰山的处境都没有好出多少 他们上周末才在联赛和北京国安上演一场大战 禁杖远征日本迎来另一场生死战 球员体能被受考验 次回合在战还滨水手 散动泰山的确难有翻盘之力 阵容方面后卫薛卡和中场流泵泵相绝 多谢收看,记得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